朋友们大家好 每天中午一个菜 是咱们必须吃的 今天准备了 用心做好菜 吃出健康来 看下这叫菊花菜 高鸡蛋炒 现在我们就把它改下刀 看看这颗菊花菜还真就不小 这都是这一颗菜上的 现在这样 这个叶像这个芯再洗遍就行了 你要这样的叶都得一个一个的洗 才可以 放到这准备打钞 鸡蛋三个 多余一个蛋黄放里面 葱 就成滚刀块的 蒜 对呀 这个菜呢 做法很多 咱们这个做呢 这是按这个咱东北做的 比如说 蚝油炒菊花菜 鸡蛋炒菊花菜 腊肉炒菊花菜 等等一些个做法 当你不愿意吃这个辣椒 家有孩子不吃那个 你就不放 你就不放 豆瓣姜 很晚来 晚家来看一下 这个菜呢 必须让它开一下锅 锅给它大一点的 这个菜呢 和油菜 没多大个区别 这个就是锅大 马上开锅 这样就行了 这开大了 我这火也是不够提 咱们在家也就这样 把它立一下水分 加一点盐 拿勺吧 加一点就行了 今天做这个啊 反过去老师傅们做的啊 里头少磕的淀粉 加入点水 让它乐一点 让它乐一点的 这又是一种调法 拌一下 现在万别糊了啊 糊了就 就有一种两毛子味儿了 炒成小鸡色 拌一下 炒成小鸡色 炒成小鸡色 薄成小鸡色 炒成小鸡色 Denis 炒成小鸡色 炒成小鸡 然后炒成小鸡色 炒成小鸡色 再他 Milk 蟹粉 可以不加 可以不加 打个页上的话叫啥呢 叫偷馅不见馅 打上砍料油 出烧 装入盘 朋友们 这个菜呢咱们就做完事了 这个我方才念叨了几种做法 最后呢再补充两种呢 有蒜蓉炒的 还有青炒的 这个菜呢就是说怎么做都好吃 总之呢它是素菜 那么呢说我今天我给你做的这种做法 说这个鸡蛋呢 焊鸡蛋的时候 比这汤汁多加一点 最好是鸡汤或者骨头汤呢就效果最好 然后呢 你少加一点点淀粉 这个淀粉呢咱说一般的量吧 你就是照六指八克水淀粉就够用了 不加也行 但那个嫩度啊 和这种做法啊 口感还不太一样 方便的时候呢在家做 咱们都可以呢品味一下啊 这是过去老师傅有这么做的 但我今天这个做的并不算格格 这个火呢略大一点啊 要是再烧小一点 哎呀下火就更好了 把它摊成大核桃块 厚实一点啊 这个不够厚实 这个发碎 这不行 薄片 得要到厚实就对了啊 我替大家伙尝一口啊 就吃这一口鸡蛋尝尝 下次那就是这种菜 我还这么做一把 让咱们大家伙呢掌握一下啊 今天掌握的不太好 好了 就说这么些 有什么需要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